大家好 环球央行在一连串紧缩行动后 各国通胀终于出现放缓迹象 尤其是美国 其11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增长7.1% 较10月份的7.7%为低 尽管通胀取得明显进展 但高通胀已快速地消耗美国民众大部分的储蓄 且大型企业陆续解雇其部分员工 市场预料经济或于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阶段 受通胀降温及劳动力需求放缓所影响 美联储未来加息幅度可能不像市场最初预期的那么激进 并有可能于今年底前进行减息 随着美股估值以回调至相对合理的水平 即市场对加息预期降温 投资者可逐步买入优质大型科技股 另外 内地政府近日大幅解除其疫情防控措施 即继续透过宽松货币政策以支撑经济恢复 叠加港股估值明显较其他股市吸引 我们认为港股市场或能于今年一季度 跑赢其他环球主要股市 至于其他资产类别方面 由于美联储的加息路径依据经济数据 而现实通胀已取得明显进展 美联储将没有继续大幅上调利率的理由 债券市场有望造好 投资者可考虑于一季度投资优质债券 最后我们继续看好未来金价表现 主要因为市场对美联储大幅度加息的预期已逐步消除 更重要的是 与金价一直挂钩的实际利率近日逐渐下降 这有利于金价走势 此外 多项指标以预示经济会有较大机会于未来一年陷入衰退阶段 包括债息持续倒挂 据历史多个衰退阶段 黄金皆能跑赢其他主要资产类别 且能为投资者提供稳定及可观的回报